现在儿童疫苗的话 我们现在施打的人群是在 5到11岁 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那5到11岁的人群 他们打的话也是打两剂 那一般的儿童的话 是一剂 第一剂跟第二剂之间的间隔呢 在最早的时候是说是8周的时候 那可以缩短为3周 那的确蛮多的人群 就会在3周的时候去打 那普遍我们临床所看到的 那他打到的一些 疫苗所造成的一些副作用 其实是可能是 比我们临床在看到的 成年人的产生的副作用 还小很多是这样子 那研究的话部分 也是代表说他的安全系数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比较常看到的一些副作用 可能就是像局部的一些疼痛啦 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会比较累啊 有一些会发烧啦 有一些可能会 可能甚至会有些疹子啦 那这些都是说 我们在书上所看到的 但是就以个人临床的经验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相较之下 小朋友相对我们看到的副作用 真的是少很多 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回来跟我们说 诶 医生我们打完了 但是小朋友还是调皮捣蛋 什么事情都没有 很正常 这是我们普遍所看到的一些反馈 大概是这样子 那唯一对于我们医护从业人员来说 比较不一样的可能就是 在打的时候小朋友 因为毕竟小朋友要打针的时候会害怕 哭闹比较多一点 比成年人多很多 大概是看到这样子 新冠的口服药呢 现在主要政府的部分呢 做了比较多的一个限制 那有一个Pexivit 它是口服的药 它必须建议是在新冠 如果说有症状几天内开始服用 那它有比较严谨的一些规定 那必须要有符合这些规定的人群 才可以使用 相对来说呢 它的 它主要的用量是 早晚一次 然后总共使用五天 但是 试用的人群相对的比较少一些些 所以我们平常在使用部分的时候 会需要提病人 查比较多的东西 看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 数个慢性病的一个条件 才可以符合我们医生去开的这个厨房签的一个流程 相对来说稍微复杂一点点 那如果不适用这个Pexivit这个药的人群呢 政府还有其他的药 二线的一些药 或者是一些其他医院可能才有一些厨房签药 Ramissivir 这些其他的药 名字说起来非常非常绕口 那但是这些药的话也是给比较特殊的人群 比如口服药不能使用肾病的人群 或者是一些怀孕的一些人群等等 会符合这些条件 然后可能大家还有特别关心说万一我小朋友得了很严重的新冠 是不是有药可以医治 那这个部分是的确是有的 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案例 那这一类的小朋友呢 会有医院然后指派小药科专家 来针对小朋友个案的病情来看药的 Long COVID症的这一个名词 其实在早些我跟主持人一些沟通 有谈到这一个其实我们还在学习还在了解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Long COVID的定义其实是在说 如果一个人得了COVID之后 那他在可能会有一些症状 不管说是胸痛啦胸闷啦 四肢无力啦 累啦 关节疼痛等等这些症状 他的症状非常非常的多 可能有上甚至有上百种的一些症状 那现在的定义大概是说得了COVID之后的三个月 如果有这些症状还存在 但是呢我们又找不到其他的原因是造成这个症状存在的原因的话 我们就暂时把它归类为所谓的Long COVID 至于说治疗方面的话呢 还是针对症状型去治疗 而不是说哎我们这边有个特效药吃了之后没有Long COVID 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说如果在COVID这段期间呢 我们可以好好的把这些炎症或者是各项的症状也尽量把它 把它 soften up就是把它软化 把它治疗简化的话 可能我们得到Long COVID这种风险就会比较低一些些是这样子的 那小朋友的部分我们大家我们临床上所看到的也是相对的小朋友的后遗症或接下来比较长时间拖的一些症状 我们相对看的比较少一点点 这也是值得我们稍微比较放心一点点的 应该的应该他们是需要的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问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觉得也问到了我们现在每一天所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相信各行各业都会有类似的一个问题 不单单只有我们在医疗的这方面的从业人员 那我们以诊所为例吧 我们的诊所呢在过去的五年内 基本上是没有朝圆朝满的一个现象 我们在过去的两年尤其缺乏护士 我们光我们New Learn诊所的缺 就是两个三个护士全职的护士 那多出来这个没有办法工作的缺页上面的工作呢 就摊在其他工作头人的身上 那医生的部分也是缺 那中区诊所也是缺 所以而且不单单是我们诊所缺 知道很多的同业人员里面也是同样只有 这样子缺乏专业人才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 可能不是只有一两天存在 那COVID的情况呢又让这整个问题 变得更雪上加霜的一个现象 这个可能跟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些导向啦 或者是跟一些公共政策的一些定位 或者定定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关系 那我之前是有在澳洲工作过 那的确澳洲的很多的工作环境是非常吸引一些专业人员的 那如果说比较两个地方的工作 其实它是有很多的 我们知道都可以谈很久 它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 它的强项跟它的弱项 我在2005年的时候 2005年的时候去雪梨的Royal Prince Alpha那边工作过 那也是有经历过他们的一些医疗的一些体系啦等等 那相较两边之间的话 其实新西兰这边呢 还是有很多很吸引人的一些地方 就是说以应该说是强项吧 我们的强项就是真正是我们当地所培养起来 培训的一些医护人员 其实是非常扎实的 那其实这一类的人员都是有经历过很完善的一个培训 从新西兰的体制上面培训过 那可能审核过得到了相关的执照 然后之后可能要就业之后等等 那往往你会发觉到这些新西兰当地培训的人 真的是对于他们在处理事情很专业 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水准 那到澳洲去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非常抢手的一个人才了 相对我们比较弱的跟澳洲比较起来 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好的人才又有技术 可能有一些都已经有很有经验的 为什么我们留不住他们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去深入去了解的 那这个部分当然也就不泛泛于说是待遇方面 是可能是人家个人的薪水啦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那如果说是政府也好 或是有关的一些单位可以重视这个问题 我相信是可以对于留住人才是有一定帮助的 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这一次访谈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吧 那我也相信没有人可以真正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就以我们所知道的 跟我们个人的一些感受我们在看 其实病毒的本身是没有间断过的 那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从我们的经历 从我们的反过我们的历史 那从一百年前的流感 那到我们之后 不管说是我们的smallpox 天花 现在还有猴豆 monkeypox 新冠等等 其实这个病毒是无所不在 而且病毒我相信 我个人相信是不会间断的 只不过是它可能是一个不同的方式呈现 那有时候可能是非常明显 可能有时候非常的严重 有时候相对没有这么明显 没有这么严重 那大家的警觉性过去两年 非常非常的高 那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明显的时候 大家的警觉性可能就降低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说 希望所有的 不管是观众听众 或者是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 可以真正的扎扎实实的去做到 保护好自己 在人群多的场所 纵使说政府说不用戴口罩了 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卫生习惯 在人多的时候可以戴口罩 那大家可能会发觉到说 在纽西兰戴口罩有时候很 很尴尬很别扭 但是我相信在新冠之后 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可能的接受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那在亚洲国家的话 可能就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那勤洗手 大家也是做到 就是非常 道地的把自己手 做一个很regularly清洁的一个动作 或消毒一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那不管说我们是到车上 到餐厅用餐 在学校里面 在工作场所 我觉得这种消毒 可以把它变成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可以大大降低很多 就是这些病毒 今天有新冠 以后会不会有其他的病毒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希望也建议大家都能够做到 保护好自己 然后保护好自己的一个动作 然后避免就是降低以后发变的一些纪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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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